走進康先生的住家 這裡就是在武捷鄉的寄星村 可以看到這棟木造平房 因為屋頂被吹翻了 所以整個屋內是嚴重的漏水 所以康先生怕說床墊會被雨水淋濕 因此是把它整個先搬到裡面去 避免它會被水淋到 那麼另外在客廳裡頭也可以看到 幾乎都是小積水一片狼藉 來聽一下康先生他怎麼說 康大哥 我們講一下 我就說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就看電視看到八九點就躺在床上休息 休息差不多四點二十分左右 就刮風 刮那個風很大 屋頂就被撕掉了 撕掉以後我就那時候緊張 就趕快打電話110 110就後來律者派出所 首長就派人來接我 到派出所那邊 去那邊住一個晚上 住在那邊 等一下也要過去 現在也沒有辦法住 等好天氣再來整理 可以聽到康大哥其實相當的擔心 因為這個屋子整個屋頂被吹翻了 導致說屋內嚴重的漏水 那麼也不知道風雨到底何時才能停 因此他暫時只能先到這個派出所來安置 那麼對於事後要來處理這個屋子的狀況 也是非常的擔憂的 那麼這掌握到最新情況 鏡頭交還棚 解決了 認識它